副理乡长补选结果出炉了 由代理乡长江东城胜选 今天上午在副县长严新章南区县议员 地方所会代表地方各界建政官吏下宣誓就职 而江东城除了感谢副理乡亲 以及地方各界的支持协助 未来也将会给副理各方齐心协力建设副理乡 警示宣誓人江东城 以代理乡长身份参选 6月18号赢得胜选的江东城 今天上午在副县长严新章的见证下宣誓就职 接下乡长应姓 宣切近半年的副理乡长一职终于尘埃落定 副理乡长江东城今天上午的就职典礼 由副县长严新章亲自尖交主持 南区县议员地方所会代表 以及部落头目村长等地方各界也都请来见证 官吕清赫现场灌溉云集 代表县长许正位置证清赫匾额的副县长 也以同为警职兄弟肯定其勉乡长向副理乡亲挂保证 一天当警察 终身就爱警察 但是我在这里也是期勉我们乡长在乡长 希望能够把在警察这段期间所受的交易 所居对的相当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希望能够把他用在乡我的乡里 警察是在卫领乡 最主要是自然来做 人民才能够按据的 所以说我想江山长 全队没有问题 对于上级长官的肯定与勉励 以及地方各界的支持力挺 新任乡长江东臣万分感谢 未来江东臣表示 将团结副理乡各方 齐心协力建设副理乡 敦起我们相关上级的单位 包括县政府 包括中央民代这些 他们地方的协会代表会这些 我们集中力量集中智慧来 替我们副理乡更好的一个发展 一个建设的发展 包括经济的发展 还有繁荣的一个提升部分的话 我会尽个人的力量 把这里乡整个位置 位阶还有繁荣度 还有经济度 能够重大的一个提升 让我们乡心有感 让我们乡心生活过得更好 由代理转阵的乡长江东臣 赢得补选选战后 今天宣誓就职正式走马上任 在代理乡长职务期间 充分了解地方乡镇业务 因此各项乡镇建设的推动执行 将东城排胸朴说 皆可无缝皆轨 记者是预兰副理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